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月18日,湯家驊事件,即是什么呀,湯家,话说太平洋的一个小岛,那些动态照片,我估计大家都看过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讲之前,原来呢,我在差不多年多之前,就save 下了个新闻的哦,那又有意义的,竟然今时今日用得翻,以及啊,即是湯家事件,这个天文台台长透露了一些玄机哦,这样的时候,我在想着,郑彦彤那些呢,需不需要又出征啊,走去联合国那里大闹天宫,不是说笑了,喂,即是虽然未病好,但是呢,即是每日至少 都出一集见一下大家啦,简单讲就是,看下我屎得未,报平安特集啊,Anyway,是啊,世事难料,你怎会猜到2021年,它那么多那些浅层,在那里震下,有一些树拉米,又是有那些台山事件,又整个杂事变变变变,到底有缘没缘呢,出现了什么事, 啊,很多人2020年时候,啊,就不停这样问啊,已经,2021年,就只有变本加历,那今年2022年,很多人的心愿呢,啊,就只不过是,哎,平安啦,不要搞那么多事啦,似乎2022年,就真是,啊,令到很多人呢,再问一问,到底自己人生是需要些什么呢,福莫大于无事啊,你不是见半生那些,啊,赚多少钱又好,都是要强减,甚至乎,也都未必,可以说, 完全,排除,自己,在这些,这样的事之外,哦,你不是见李嘉欣那些,是吧,啊,幸好他不是,叫你撕烟的,如果不是李嘉,又出另一只的了,哼,我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啦,我就是知道我经常有什么不同的,所以你撑科技,莫技,伏技各样的,是各下的事,就不要搞我,很鼓励你去的,那如果真的逼不得已,我都说啦,交功课专用,当然撑科技的啦,那言归正传,话说,这个 这个湯家事件,那这单新闻呢,都是人转述各样的,那我就在2021年12月10号的时候,就复了别人的转述,这里是这么说的,那法国的其中一个,善致,有很多译名的,我以前呢,中学时代,就已经有听过这个人物,什么云在清天,水在平,那时候他的译音,就叫做,诺斯特拉,但无事,有些人就叫他做,诺茶丹玛斯,我喜欢诺斯特拉, 那话说,400年前,他就预言了,那他预言的不是2021,sorry,虽然有些人就说,前后会差一点,他预言的是2022年,2022年发生什么事呢,那话说,他在一个八诗集里面,就预言过,例如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语化星仙事件,例如1940年代的德国元首崛起,这些都准确预言过,当时他做的 这些东西,除了占星各样之外,就是恒依,以前中国都是的,依卜星上几样的一齐,就话说,占星和八字紫微各样,可以说是容易为一的,最神奇就是,他的作品里面,有讲过这个O记和D记的名字,哇,那这里厉害了,话说2022年,他的预言就是,会有很多的扣声,以及小行声语,会频繁出现,有少数的民居,就会被, 其中,经济就会大萧条,通胀就会非常非常高,法国呢,他是法国人来的嘛,但我不明白啊,因为他是说,有这个发大水啦,但是同时之间,又发大火哦,跟着又说有江巷,说没可能三样东西一起的啊,那还有我又不明白,就是,人讲,没有讲啦,那话说,他八诗集里面,预言到有一个叫做人工智慧的技术,就是AI,可以取代到人类的工作哦,同时, 由于大国关系紧张的,所以,战事就无可避免,于是乎,人口会大幅流动,那这样东西是正确的,就是,香港都大幅流动啦,那些人,回加拿大,回澳洲,回英国,又或者是移居去其他地方,那同时间,他讲到会有大肚饿事件哦,2022,那还有就是,他预言到,有一个国际的领袖,就将会语化升仙,改变了整个世界,就是说,是那个人, 你,这个国家,你 例如,肥仔金,就是肥仔金咯, große珍视边,边,边,边就充设适计化 drew установ、比较闺语氛的制度明化,那你问以那里哪里呢,说肥仔金还是什么习视边? itu panting? 那,流星雨还流星雨? capitalize there, will say here,湯家就是湯家。就没得撞乱来的,话说真是很厉害哦。正是地池改变这样,湯家事件就令到香港,远在9000公里外的了不,才会发生气压以上。 而第一時間,天文台台長鄭楚明說,這麼大型的事件,全球溫度各樣都要密切監測 為什麼全球溫度跟香港有關呢? 因為這裡是聯合國說的,不需要說未來十年各樣的樓價 因為必定會進入一個死胡同 這裡,氣候組織無以全球升溫,如果升了3度的時候,就會水染香江 大家看到照片,到期時,61%香港人口居住的地方都會遭到染沒 剩下什麼地方可以住?只有半山區、鳳凰山、大霧山那些 尤其是來單湯家事件的時候,隨時加劇氣候變化 以香港這個沿海城市來說,可以說是避無可避 所以不是我講的,聯合國那些說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算帳的時候,鄭彥彤那些 是不是要走過去聯合國那裡,抽出那個氣候的黑手 不過,會不會真的令到那個氣溫有巨變呢? 我不知道啊,天文台台長都是不知道的 他就是覺得要密切監測,人家讀到Professor那些 都是這樣說,我不知道很正常而已 但是,有一件事就肯定啊 就是稍前,這個黃錦昇,人家問過他,黃錦昇誰?環保局那個? 和陳凡並列為兩大江頭啊 之前黃錦昇,人家問到香港會不會好像鄭州那樣? 即是亞特蘭提斯,他就說地區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那意思是什麼?不能一概而論,即是會嚴重一些? 還是他想說,香港是一個出海口,所以就安然無讓 但無論怎樣也好,一則他就是透露了,為鄭州那件事是真實 來的,洩露國家機密,二者呢?其實他講的這件事也是錯誤的 為什麼?因為現在各樣呢,向來還是其次 而最重要的就是那個國家的制度怎樣去應對嘛 鄭州這些事件,很明顯就是人為的事件來的啦 正正在面對更加急劇的氣候轉變底下 如果那個地方那些官員各樣呢,左掩右掩 那除了樓價不斷上升之外,有需求有供應的嘛 我相信鵪位的需求都一定是上升的 讓他這樣玩,你不早點拜拜啊? 而能夠呢,樓價和水位一起上升,香港都可以說是畏惟其官啦 因為理論上,你的水位上到某一刻的時候啊 他的樓價應該不負存在的嘛 那就證明那些人呢,只是炒10年的而已 那說回正題,即是既然這個洛斯特拉大姆士 在400年前,他預言了一些這樣的東西啦 而劏家事件,說開國開成這樣的款 就不知道會不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喔 最大鑊的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呀? 就是今時今日呢,你見不見到大灣區航空在做些什麼? 喂,花了不知多少個億,走去買飛機喔 那但是同時間,香港的國泰航空 咦?今天又有兩個空少被人騎走了啦 那你說啦,啊,作為國泰航空公司 太古怎樣想做生意都好啦 你都會衡量地緣政治風險的嘛 那將來就真的能不能搭飛機呢?都成疑問 而同時間,當你貨機都成問題的時候啊 你說香港還有些什麼符必 可以應對400年前就已經講下的這些轉變 答案很明顯 所以呢,他今時今日推的那些不知什麼 套餐給那些醫護去買樓 我覺得他應該推賣暗位 就是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裡 讓我帶來的他們去買樓 買樓 去買樓 啊 我們在這套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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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